現在要為各位介紹的這顆星是天馬星 麻煩各位將教材打開到天馬星的地方 天馬星顧名思義就是一匹馬 我們把它當作一匹馬來看在 這樣就在學習的過程裡面就會掌握得比較快 天馬星它五行陰陽俗陽火 它是一顆洞星在處阻崩尺 一匹馬當然就是要跑 這一匹馬在命盤裡面整個跑法 跑了以後會產生什麼作用 這個就是我們要把這顆天馬星介紹清楚的地方 當然我們在進入天馬星的星星之前 我們還是一樣先看一下天馬星在整個命盤 在地盤所落的公位 所落的公位加強各位對天馬星的一個印象 跟使用方式 天馬星是由生年地之 生年之 生孝所排出來的 我們在這個白板上看到 眼、生、四、骸、四個角落 這四個角落叫做四馬地 我們之前的課程在做地盤 地盤教導的時候 這個已經跟各位介紹得很清楚 你們現在在講的時候就加強你們的一個概念 眼、生、四、骸、四馬地是人的位置 人就是屬於要比較奔波的 所以它稱為四馬地 這顆星永遠在這四個角落 不會跑去別的地方 其他公位都不會進去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牌法 生年之是生子城的 天馬落在隱宮 生年之是骸馬位的 天馬落在四宮 生年之是隱五虛的 天馬落在深宮 生年之是四有醜的 天馬落在骸宮 這四個角就是天馬的故鄉 天馬的故鄉 那四有醜、生子城、骸馬位、海姆虛 這個都是三合 各位要有這個概念要清楚 三合所落的宮位 因為我們有十二個地支 落進去的四個宮 那一定會有三個地支共用 那剛好就是三合 三合的地支會進入那個宮位 這樣以後各位在命盤的環境上就很清楚 這個人是什麼地支年生的人 屬什麼生效呢 他的天馬就一定會落在什麼宮位 成為一種固定格局 那也加強各位以後 掌上起盤的時候很快就會反應過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天馬居在四個角落 那天馬星是屬在樹子奔齒 是一顆義馬星 是一顆洞星 那天馬 我們先要了解一點 天馬是一匹馬 他這顆星本身的星星並沒有好壞 這一匹馬碰到壞人在其他 就是壞人在使用變成不好的格局 碰到好人在其他就變成一個好局 所以他本身是中性的 要看御馬騎馬的人是誰 所以這顆星的一個屬性它是中性的 大家看它跟祖星或四化系的一個配置 我們才能夠知道這匹馬是怎麼的使用法 怎麼的奔馳法 好 天馬星 我們如果各位有之前有學過一些斗樹跑的人 都很清楚 一些斗樹的副文裡面給了大家很多種馬 跟什麼星在一起會成爲什麼馬 跟什麼四化系在一起會成爲什麼馬 跟陸 畫陸在一起叫陸馬 跟畫犬在一起叫拳馬 畫刻在一起叫刻馬 畫技在一起叫技馬 跟那個 跟陸蠢在一起叫陸馬 那陸馬礁石呢 就是越跑 犬會越多的意思 陸馬空姐呢 那越跑呢 這個就是代表犬會流失 這個所以很清楚這匹馬是藝馬是動馬 看它的組合的局 好與壞 它都有所謂加重的意思 都有所謂加重的意思 所以這顆星在我們整個實際命盤的演繹的時候 它是屬於等於是加快 加多 加大 都會有這樣的一個象義 那好的事情一樣是加多 加快 壞的比一樣 所以說有這顆星的時候變成一種 奔死得很快 助力很大 只是它是鑄到了什麼東西 鑄到了好的或不好的 這個各位一定要很清楚 那我們有幾個角度來看它 一個是因為這顆星 我們要進入到命盤的實際演繹的時候 我們要先了解當一顆星的一個星星 我們怎麼去詮釋它 然後才有辦法去做跟其他的星座組合的時候 如果的公位不同的時候 那詮釋起來才會比較完整 那學理的理論也會比較紮實 天馬星是一顆動星 如果當這一顆星我們來看 如果進入到人的公位在談人的時候 進入到人事公位 進入到命公 六星公 命公 兄弟公 夫妻公 子女公 交友公 父母公 這個都是人的公位 進入到人的公位在談人的時候 當天馬星它是屬於增加好動 比較不耐靜 當天馬星在談一個人的心性的時候 會有這樣的一個方向 因為它是一匹一馬 它沒有說進入到就講好壞 在講心性的時候就是說 一個人的心性會比較浮動 所以當然就是在人的心性裡面 會有比較不耐靜的一種現象 那要看它可以什麼樣的一個祖星 用那種祖星的方式去比較不耐靜 用那種祖星的方式去浩動 如果配到的是紫微 就用紫微的個性去比較浩動 或者是比較不耐靜 放到什麼星就用那種星去展示 展示它比較不耐靜的一個方式 這就是天馬星進入到人的公位 因為在談一個人的心性的時候 會有這樣的一個用法 因為我們每一顆星或每一道氣 我們要談它什麼事的時候 一定要定點清楚 這個就是太極定位 進入到命公有時候在談心性 有時候在談什麼 在談個性 有時候在談你外相 或者是在談你從事的事業都有可能 這一點各位在學習的時候 要有這種邏輯觀要清楚 我們來看第二點 天馬星如果這顆星它是在談財的話 它財的話會產生什麼作用 剛才之前有跟各位報告過 這個錢 錢有分兩種 一種是賺錢的形態 或賺錢的方式 以及賺錢的方式 它是一顆動心 它是一顆奔實心 所以它在講財的時候 有一種在主張它賺的是一種奔波財 賺的是一種益碼財 動的財 配得好幾的時候就是怎麼樣 它賺奔波財 賺益碼財 越跑 這一匹馬越跑 錢就賺得越多 這個是在談一個運作方向 不是在談一種行業給 不是在談一種行業給 它是要採的運作方向 賺錢的方式 當然如果換一句話 換一個角度 如果它碰到的局位不好的時候 越動就越採 越動就賺得越少 這樣你們就知道這匹馬的作用好加好 不好加不好 但是進入到風味不同的時候 用法不一樣 這個是要談財的方向 好 我們來看下一點 天馬星如果在談事業 如果我們用以其天馬的有兩種方式 一個叫做運行的方式 一個叫做相義 如果談天馬它是一種相義的時候 天馬的相有什麼相 它是動的心 奔實的心 因為這個談事業的時候 在談事業的時候 可能它就有奔實的那種相義出來 比如像運輸業 運輸業就有很多 可能就是客運的貨運的 運輸業有可能是什麼 空中小姐 空中少爺 可能是機師 它會跟一種天馬的相有一點一樣 另外我們如果在談不是談一種相義的時候 很多天馬星在談事業的時候都是在賺業務場 它在外面奔好 去賺一些在外面奔好在做的一種事業方向 它的行業是屬於要在外面奔實的 這樣的一種運作方式 這是進入到事業可能會帶出來的一個方向 因為本身天馬在講相義的時候 一定會跟動態的相義有關 那進入到事業的時候就要談 以其相義來談的時候 談有天馬相的行業 不然就用天馬奔波的一個運作方式 去運作出來的一個事業 那我們再來看 如果天馬星進入到命功極餓功在談什麼 在談身體的疾病災惡的時候 這一顆星怎麼去演繹 天馬星是一個動星 是一個延展星 那進入待談身體的時候 我們正常身體沒有什麼好的延展比較好談 身體最常出問題叫做會有疾病化生 天馬星本身這顆星它不足什麼疾病 它不足什麼疾病 這顆星也在身體的那一種疾病方向 它的相義跟疾病的名稱比較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天馬星比較麻煩的一點就是 當身體如果有疾病產生 或者是我們疾病現在有很多種 有外向的也有所謂細菌感染型的 這顆天馬星都會怎麼樣 會去快速 它是奔馳星 它會快速去延展 如果你是類似Cancer 類似一種細菌性的傳染 那天馬它是在跑 運行的速度很快 別人整個癌細胞的擴充 可能三個月是長到多大而已 那因為進了天馬 它可能就是兩倍 所以有了這顆天馬星在談身體的疾病災惡的時候 就會比較麻煩 如果往負面發展的時候 就會代表病情延展得很快 那就是說如果這顆星在談外在的 可能就是你身體受傷的傷口會比較大 它就基本上在談身體的疾病災惡的時候 就會有這樣的一個象律出來 那我們再來看下一點 天馬星如果在談進入到天災工 或者在談土地不動產 這個時候它的象律剛好也是兩種 我們之前 它祖星在代表不動產的一種方式呈現的時候 天馬一樣會有好跟壞的兩面快速增加 好的呢 可能你從不動產行業的時候 碰到天馬的時候 你的資產能力或者資產的多寬 那個很快的演展 你會擁有很多的不動產 一家家買之後又買一家一家 你買的時候就很快 因為有天馬才快速奔馳 那相反的呢 如果碰到不好的時候 那代表你的房地呢 一家一家在你買去 快速的流失剛好會有這兩種象律 那天馬 另外一種象律 在如果進入到天災工在講的時候 就是講搬家之象 有時候它不再講不動產的徵務檢 而是在講說你的那個 你的家運或者是說你有搬家的象律 那碰到如果行運呢 尤其是行運碰到天馬 在天災異動的時候 不可能就是說 你那個大運裡面 可能搬家就要搬很多次 不是在搬家 沒有天馬就可能搬一次就OK了 有天馬就可能要搬兩、三次 就變成說天馬的作用 會在天災工的這樣的一個象律 另外如果天馬在談福德工 進入到福德工 那福德工是一個興趣享受的工位 是一個福分的工位 那天馬 福德工比較明顯 我們會談到興趣跟享受方面 那天馬星是一個義馬星 是一個奔馳星 他在整個進入到興趣享受的時候 這個人 那個享受跟興趣方向 通常都是屬於比較動態的 他比較動態的喜歡爬山、游泳 比較外向、比較動態的 因為福德工也講潛在心性 他潛在心性是比較不耐靜的 潛在心性又在談興趣又在談享受的時候 他會有這方面的傾向就很明 一到了假日不出去外面跑一跑 不去山上走一走 他可能就會在家裡覺得很悶 潛在心性耐不住靜 所以天馬星進入福德會產生這樣的一個作用 至於享受的是什麼、興趣的是什麼 比較明確有沒有要用主星去判斷 會比較清楚 好 那天馬星我們再來看下一點 他如果行運 我們的行運碰到的時候 行運碰到天馬的時候代表什麼?有義 那一個運裡面會有異動之下 天馬是主動形 分磁形 我們行運碰到的時候 那個行運裡面會有動向 會有異動向 那異動好不好? 當然就是由主星跟司法齊去做分別 怎麼產生往好的方向去移動 還是往不好的方向去移動 本身以當天馬來講是主意動而已 那我們再來看天馬星 如果論意外的時候 那個很清楚 那就是意外絕對只有不好 那意外唯一談好的是什麼? 紅彩 這個是在論賺錢的時候會加速的意思 那意外不好的時候就是絕對有加大 比如像車禍、車關或意外自在 有的天馬代表說你的這個意外 會把這個意外擴大 或者把這個意外的那個 衛生出來的問題 加長、加多 會有這樣的一個現象 好 這個是天馬星 進入到我們命反時期演義的時候 會進入到事情方向產生出來的一種向益的方式 我們要學這一顆星 就先掌握到這一顆星的一個特性 天馬星是一顆廉展星 是一顆奔馳星 好壞都是家具 好壞都是家具 這是天馬星在我們實際病盤演義的時候 我們一個天馬星的一個屬性的一個重點 以上是為各位介紹的這顆天馬星